一個人要死 叫你報我 叫你借付救醫有什麼問題 高難度 各位報告 這個借付救醫 欺負我這麼多 那九十五個月 你報他我沒報到 我們在這裡吃便當待了 兩點以前如果沒有結論 我們就直接到部長辦公室了 部長 如果你發育的人心臟有問題 會不會馬上就送醫院去 是 我們已經有請專業的醫師來評估 所以委員我們盡快 來來來 問蔡委員 民進黨現在壓力看起來很大 是怎麼民眾對他們有壓力 所以他們回過頭去 要王清翁要處理 王清翁身為法務部長 當然要去面對這個壓力 也去處理這個壓力 他今天處理得還不錯 比過去一段時間 沒有那麼樣的軟弱 而且進退得於他 其實他今天比較硬 反正這個東西就是 法律制度寫得很清楚的東西 你就照那個制度來運作 大概就不離譜了 因為要不要借付救醫 也有他的基本的程序 不是說你講的還是我講的 這個病情是有醫生做診斷的 不是我們一般人做診斷 回過頭來 剛才我們有談到說 所謂說人民有表達的權利 那我舉兩個例子 大家看說這個人民有表達的權利 5月18號有另外一個團體 申請到凱達哥蘭大道的入權 然後那個團體也要申請在5月18號 裡面遊行 這個申請已經被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給駁回去了 不於許可 這表示許可是發揮什麼力量 發揮說這個團體 可能跟這個團體衝突呢 那使用許可權 把他就沒有入權的人 反正可以怎麼樣 繼續示威 有入權的人反正申請許可不得批准 過去洪三軍的時候 我們說洪三軍怎麼樣子 可是不想說 洪三軍走到南部縣市的時候 南部縣市有很多民進黨籍的縣市長 也行使集會遊行法的許可權 不許他們進入 他們只好繞道而過 這則許可權 今天民進黨非常假惺惺為善 倒過來批評集會遊行法 說這個集會遊行法不符 為什麼不符 那利他都讓他偷偷起來 他當然都在講黨講塞 所以如果說517他在拿集會遊行法 出來做文章的話 觀眾朋友你要注意到 純粹的百分之百的為善 光晴剛剛那麼多地方人 都圍著王清風 你看都是為了阿扁 阿扁很多人 本來已經忘了他對不對 他一絕食 開始很多人都出來 說81517主角還是他 其實當然不是 我跟你講喔 因為蔡英文是主角 但是阿扁他想著進場 所以他才會有大動作嗎 不然民進黨籤前 就已經很明顯 在陳唐山那個事件 跟他切割了嘛 所以阿扁急著進場 所以他的每一次你看 一有什麼活動的時候 他就叫招 就有很多動作出來 所以阿扁想轉場 他想進場之後轉場 變成焦點都在他身上 所以這是第一個 所以他動作很多 那第二個就是說 王清風王部長 他其實從昨天下午 因為他的這個權責裡面 有一下很重要 有什麼預證 尤其是看守所 阿扁 扁案個案他不能管 可是你阿扁在看守所 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管 就是說從昨天下午 他緊急召回獄所的人員 到昨天晚上 他不斷的用電話 就有什麼事情 尤其所幫的 包括他每天晚上 也是在看節目 那有時候跟媒體人 接觸的時候 就是在外面碰到 他也是問一下狀況 然後馬上打電話 所以不時北手不一樣 連王清風這次處理都不一樣 其實在早上的時候 他主動主動說要 那個鎖房二次去問阿扁說 你要不要那個幫你 就那個癢一下 他不要 所以就變成說 把這個 這個說阿扁 是阿扁不要這個東西 把他先釐清了 那他今天到這個黨團 你可以說是民進黨黨團邀他 但是他去了 他過去曾經有一次去 國民黨黨團被民黨批得要命 那去了 我覺得重點很簡單 就只有一個 他說阿扁心臟病都被 你還不做動作 王清風打他 他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心臟病是假的 阿扁有沒有心臟病 都還不確定 這問題很簡單處理的 要強制 他會求自己幫忙處理 所以看起來王清風跟以前 處理方式比較不一樣 可是我們現在注意到 民進黨現在很多立法 已經開始出來 非常強制的 甚至今天蘋果做了一個民調 這個比例是有點嚇人 相不相信阿扁真的是 什麼心腳痛跟冒冷漢 相信的時候 有35.49 比例還算高耶 胡大哥 但是不相信了 55 叫大家不要上當的 也更高 態度 我是肯定今天王部長的態度 溫和理性 暖中有硬 做一個公權力的執行者捍衛者 這一點要公開肯定 但是 這是我剛剛前一段發言的 民進黨 尤其是立委 非常愚蠢的 一步一步的進入了這個陳水扁 所設的陷阱 綁在一起的 這綁在一起 他不知不覺的 就在517 發生 發笑了 所以我剛剛說 陳水扁的幽靈 在民進黨的上空徘徊的時候 你自己要趕快補開 你一步一步進去 517 你發笑 不是你自己民進黨要這樣想 是社會上 看著說原來如此 你看 你的遊行訴求 你就失焦了 不是他自己這樣想 而是我們看 你看517 果然 他們 人民會把今天的 立院黨團的做法 會想到517 這對民進黨的訴求 是非常不利 當然會失焦 所以民進黨看起來壓力很大 不是 我們剛剛給他看是立委對不對 今天民進黨中央 你是不是 我要多uchar 我必須講蘋果民調 那個35%是比停扁 或者停民進黨的百分比高 所以民心在變了嗎 不是 這個是反映台灣人民的善良 跟醫學專業知識的欠缺 如果今天晚上看我們的節目 明天再重剩 就沒有35%了 因為他聽懂了 會降下來 但是你們說這個壓力大了 民進黨好像團結一致 聽阿波講話 你们就不懂这个国会文的话 因为现在搞到这种情况 国民党也是这样 就是说有人受难 就要表态表态 我的解读 民进党团的成员里头 聪明的人一大堆 大家都知道阿兵的假宪 但是阿兵的假宪 这敢不敢说 这敢不敢说 那你动作表演一下 总要 但是今天中午我的情报是 王清风部长是说 我们同意他 介乎就位是阿兵不要的 那我觉得王清风部长 有没有权利说 我们同意他就位 他其实是没有权利的 但是他这一点 是有点权宜做好 但是他这样一讲 破了一个民进党团的功 民进党团就没有话讲了 是你旁边不想去的 你是要跟我说什么 你没想为什么 所以我跟你讲 你们不要 太夸张阿兵的厉害 也不要太夸张 民进党团的责义性 这是越怕越洗掉了 越怕越没脏 越怕越没洗掉 我再强调一次 无疑机那一天 阿兵都适了 反正我们已经跟省委要赌了 所以现在很重要的 就是政府 特别是王清风 要跟民众讲清楚 现在立法委 你听说民众说什么 不让阿兵去就医 不是这样子 阿兵自己也拒绝 这要讲清楚 其实民进党团今天的表现是很廉价的同情心 他本来说两点我都要来给你报他 结果王部长给他一个电话说是阿兵自己不去 所以我刚才说他好心不如 他现在其实他就是找了一个台阶下 他就说要去就变了 那这个民调我很同意沈医师的讲法 台湾人都很善良的 阿兵自己现在我们看到有八%吗 他才35% 基本没八% 还有很多人又不了解 他刚刚流浸汗 走路就说要打下去了 还要罚警参扶 你如果不让他去就医 所以今天大家把真相拟清之后 不是不让他就医 是阿兵连要把良心垫图他都没有 所以大家会很清楚 还有很多人说 堂堂一个总统 现任总统 你最后也有司法人权 这很多人 我觉得台湾人民币很显良 台湾人的好处就是在这里 但是今天我们总的真相拟清 包括民进党团说 人到底要死了 有吗 没有嘛 他现在在看守所里面在睡 所以真相拟清之后 我觉得很多就不会那么严重 倒是民进党这个游行 他真的是有一点起虎难下 小英就说这厅是我的主场 就有一个人在看守所里面 他每天都说我 我要替你高高低 我要替你低低 我就是要来 现在讨厌的是说 为什么阿兵的支持率那么低 现在有高达35.49人 突然说相信他真的生病 我们台湾人这么善良 可是理不理性呢 我们这样把这个事情要讲出 第二个 我们等一下来讨论一下 阿兵的病会不会马上好起来 看起来有 我们找到以前 他好像有突然说 截死或者生病很严重 马上就好起来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